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 道小姐 臣弟 你认错人了 认错人 我 我不姓沈 我也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脉 女儿 鼓励城 我 风响 你给我看看 你上哪儿了 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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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没出血啊 哪受伤了 我看看 不能看 为什么不能看啊 我不告诉你 我的屁股 我 你们真的找错人了 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我还有事情先走了 你不是我女儿 那你是谁 我总能连自己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都不认识了吧 说呀 老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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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啊 实在是时间太仓促了 若下次有缘 请二位到庄家好好做客 哪里 哪里 庄董事长 太客气了 我听说沈先生的女儿 和我的外孙女长得很像 是啊 大倩世界无其不由 两个人长得很相似 那也不是奇怪的事情吗 我听说最近国外有哪个国家 还在搞那个寻找二重申的活动呢 好几千个长得像的人都聚在一块 我们家妍妍呀 是在国外长大的 有幸能跟你的女儿长得很相似 那就是缘分 有机会啊 让他们俩见见面 说不定一见面就能成至亲好友 生死至交呢 是 是 庄董事长说得对 这长得像的人吧 多半都是有缘 可是我女儿她就这么说定了 带贵千金来我们庄家 和新颜做个朋友 好 喝茶 喝茶 你就别再想了 人家老人家都说了 那就是人家的外孙女 老人家还能骗我们吗 曼宁啊 就是在国外上大学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给她打个电话呗 她都一个多月没消息了 她能借我电话 你给她打个电话 不就知道了 真是的 你 喂 爸 喂 曼宁 你在哪儿啊 我在意大利啊 佛罗伦萨 曼宁 你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别去交那些奇奇怪怪的朋友 也不要去做太危险的事 爸爸就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早点回来 如果你没钱了 就跟爸爸说 爸爸辛苦一点没关系 爸爸 希望你能够在外边吃饱穿暖 你 你知道了吧 怎么哭了吧您 别哭了啊 让同学瞧见了不好 爸爸知道你平安就好 给你声音电话费 我饿了 我 我 你 心颜 心颜 我 外公 怎么一上午没见到星成 颜星成 你俩吵架了 好 后悔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南带回来的 极品 我从来都不喝咖啡 为什么 会失眠 会做噩梦 在你的生活里 还有噩梦啊 当然 很多人 都会被幼年的创伤所困扰 我也不例外 幼年 创伤 二零零四年 十一月二十一号 那天早上已经是乌云密布 我清楚地记得 欣妍刚刚吃完早餐 不小心摔了一跤 我爸抱着她 准备带她去医院爆炸 可是刚刚走到别墅门口的时候 庄家大阿姨和颜先生的车 在海外分公司巡视的路途中 遭遇了车祸 颜先生当场被爆身亡 庄家大阿姨下落不明 他们的儿子 颜希 杏妍当场就哭晕了过去 可庄老董事长却立即下令 让她独自去海外 从此没有一个人知道 杏妍去了哪里 后来她回来了 带着从未被人见过的未婚夫 坐稳了蓝海一星总裁的位置 我很敬佩有魄力的新总裁 但最大的问题是 她根本就不姓庄 她不姓庄 姓什么呀 她姓什么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 我 你为什么把她带回来 为什么把她推上这个位置 你逼一个单纯的姑娘 替新颜承受这么大的责任 这不公平 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公平过 那你也不应该把你自己的责任 让她来承担 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百遍我也不怕 可你呢 你敢把你手上的戒指 摘下来吗 言 一 王晓鲜 你这样说 再说是 让你 Estados 让你每一位 你现在曾经帮你 给你我的天国 我带好的 为了折腾 我带了二十年 所以你准备好还给我了吗 别跑 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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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一点 别跑啊 抓抓抓抓 抓抓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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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救人 救人 放开我 你把我扣在这里 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就算是我不说出去你的身份 迟早有一天 庄稼和蓝海的人都会发现的 不怕我杀了你呢 炎翼 你不能这么做 欣燕如果真的出事了 你应该诚实地告诉庄稼 而不是把陌生的沈曼宁交进来 你怎么知道沈曼宁 我在海外一大见过她 虽然我不相信什么二重申 但是曼宁真的是无辜的 她不应该被卷入 这么危险的境地 如果你要做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找欣燕 欣燕死了 你以为我不想带欣燕回来 我愿意把一个陌生人卷进庄稼 你以为我不想告诉外公 我回来了吗 是我不能 如果所有人都知道欣燕死了 庄稼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们害了欣燕 如果我不把幕后的黑手找出来 庄稼还会有人受伤害 包括我 也可能是你 不可能 不会的 你放开我 我要去见老董事长 我要去见我爸 你谁都不能见 这场漩涡 已经没有人能再偷开 没有人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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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谁叫你叫那么大声的 你还偷看 谁敢看你 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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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行了 起来吧 医生 怎么样 严重吗 很严重 要晚来一会儿啊 伤口自己就长好了 不过狂犬疫苗还是得打啊 等等等等 要打针吗 医生 一共要打几针 一共打三针 今天先把第一针疫苗打了吧 好 今天现在啊 对 能不能今天 不能 你干吗 你干吗 不是打针吗 你家医苗打屁股上啊 胳膊 穿好了没 没有 你干吗 真慢 赶紧过来 打针了 过来 快点 穿好了没 好了 好 你干吗 我又要跟他胭脂炎 什么 我害怕 快点 你到底打不打 嗯 我还没打呢 我还 还没打呢 医生 快点 美娜 你等等我呀 美娜 不行了 这个真也太疼了 一秒打得好像是胳膊吧 我记错了 我说呢 我这个胳膊更疼 针好像打的是右边 美娜 我就说一句话 就一句 一句 我 一句完了 对不起 那天 我不应该急火攻心 为了不让你讲话 就故意亲了你 无论有天大的理由 我没有尊重你 就是我的错 对不起 我和袁帅 回来是要帮助老大的 我和袁帅 抱歉 好多事情没办法向你说 但是你要相信我 我认识你 想和你做朋友的心 是认真的 你能原谅我吗 我 我虽然不知道你们在隐瞒什么 我也没兴趣知道 但是 今天我妈和沈树去到公司 我才发现我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那天你做的事情我是很生气 但是 算了 方向 我们不应该是朋友 为什么 连朋友都做不了吗 因为 我不想再见你们 见面也不行 听不明白吗 我不想让自己再陷进去 我不想等你们离开的时候 我一个人难过 我们不会离开的 一个人 没难 我们不会离开的 我喜欢的是袁帅 但我们不愿意 什么 我们不离开的 我们不离开的 我们不想让我们离开的 我们不离开的 我们不离开的 外公 孩子 过来 外公 怎么这么晚都没睡啊 你呢 这么晚了还到处跑 我睡不着 就想着到处逛逛 怎么 现在没有他在身边 觉都睡不着了 您 您说什么呢 外公 我跟他 我们几周前种的这个花 怎么现在还是这么高啊 长不了了 这一季的心血又百费了 为什么 是不是我们平时太忙了 没人照料 还是说 不是 是这里太闷了 闷 这一季 这个家 永远都是暗潮涌动 永远都是割坏心思 照不见阳光 让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种环境里 人都不能喘息 何况这些花花草草呢 外公 花花 花 总要开在阳光下 不能强求 又何必强求呢 不会的 有阳光 有水 有水 你们就不会死去 不会的 不会的 有阳光 叶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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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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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什么 这么晚了还不去睡吗 睡 我马上就去睡了 我马上就去睡了 睡了 睡了 夜明明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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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光一叔 好久不见 我来替我哥哥看看你 我还想 你哥什么时候 能带你过来见我 没想到你先过来了 我哥呀 天天被公司那些事 给办住了 我可不想陪他来 再听他唠叨一遍生意上的事 我倒是很想听他说说这些 蓝海和刘光这么多年了 应该换换关系了 你也觉得 我们两家该换换关系了 庄老董事长 我是汤林 我来替我哥哥 向您赴金请罪了 您不会赶我出门吧 我以为是哪家的小丫头 原来是汤家的掌上明珠啊 庄老董事长 我哥呀 虽然一直在商场上 想跟蓝海一较上下 但在他心里 他对您 对蓝海一星 都是敬佩得不得了 我们平时都是在各种 会议场上见 这不 今天带着人 带着礼物 特意来探望探望您 您一定不会赶我出门的 对吧 到了庄家 就是客人 哪有赶客人出门的呢 您真好 那以后我就经常来看看 您和光医书 好不好 好 汤林 她怎么会来 乖乖 乖乖 来来来 松手 真乖 给 你个臭丫头 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就不能帮我做点事吗 一点都不如你曼宁姐姐 谷立成 来 玩去 妈 你能不能别总提曼曼 你看沈叔叔 都什么样了 好好地在国外上着学呢 也不知道 她发得什么愁 她不会是把 那个是什么庄总 真的当成自己女儿了吧 你怎么敢保证就不是 人家家长都站出来了 还用怎么证明啊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天真的人 你白活这么多年了 你也是 至少 都没有 共和 你拿着 你自己给你 对 也没有 你说 现在保证了 你这是第一次 东西 你没有 你没有 遇上自己喜欢的人呢 今天呢 只是家宴 因为林林代表她哥哥来看我们 也算是化解刘光和蓝海 这么多年的竞争吧 我们作为长辈 招待一下理所当然 谢谢广一叔 应该谢谢你 林林今天还带了不少礼物 我看正好人多 就吩咐厨房一并料理了 妈 怎么全都是芒果 你发芒果才了 你又胡说八道 昨天啊 来了两个大学生做调查 非要问咱们家的女儿 最喜欢吃什么 最不喜欢吃什么 我就把你和曼宁的口味都填上去了 后来 他们愣是送了我两大项芒果 我多长时间没有见过 这么有礼貌的年轻人了 社会调查 怎么还有人调查别人家口味的 是啊 不是啊 可能 又是那个口香糖销售的前调吧 那也不可能送芒果呀 哦 而且你明明知道 漫漫芒果过敏的 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她吃芒果 差点儿 命都没了 怎么 不和庄小姐口味吗 听说庄小姐小时候 最喜欢吃的就是水果拌饭 我特地托人挑选的 最大 最好的海南芒果呢 看来庄小姐这是不准备给我 化干戈为玉博的面子 还是真的有什么 说不出口的难言之隐呢 巧克力 老 dinosa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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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找 DANIEL 这个 如果 等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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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特的 靈性 我等我等你卡特的靈性 卡特的靈性 你不見得那些 那些女孩 等我等你 等我等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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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小姐还没动筷子啊 看来是真的不太喜欢吃水果餐 那不如 真的芒果会过敏 会出事的 那柠檬果过敏 你又不过敏 你抓紧时间给我吃 我吃 我吃 这毕竟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饭 又是汤小姐亲自准备的 我当然要吃 我当然要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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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